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就講一下關於大陸方面的消息 在上個月初的時候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就宣布 中國已經是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來到今天 大陸的官方學術機構就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 裏頭就說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上個月初的時候 大陸就說已經是如期完成脫貧 實情有幾個範疇涵蓋了 包括了在現行的標準下 農村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貧困園全部擲帽 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的整體貧困 有將近一億的貧困人口實現了脫貧 取得了令到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 說就好像很架細糖 但是在今天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就發佈了一份 叫做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度報告 這份報告就說 中國的貧富懸殊的問題是日益惡化 那究竟是惡化成怎樣 這份報告裏就說 中國的經濟產值已經達到全球第二位 第一位當然就是老大哥老美 這份報告說 中國的人均GDP已經突破了1萬美元 但是跟世界上已開發國家5萬美元以上的人均GDP相比 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從平均值來看 中國已經算是中上等收入國家 但是貧富懸殊問題就很嚴重 目前 全國最貧困的兩成人口 在整體收入和消費當中 所佔的比重 只有百分之四點七 即是 百分之五都不到 但是 全國最富裕的兩成人口 所佔的整體收入和消費份額 就高達五成 其實這個比例就真的相當誇張 就是說最有錢的兩成人 和最窮的兩成人 他們的收入差距 達到十倍 因為最有錢的兩成人佔了一半的收入 最窮的兩成人只有百分之四點七 其實就是反映得到 當年鄧小平提倡 先讓一部分人 一部分地區富起來 然後再去 輔助貧困地區 其實這一招就不是很醜 因為永遠能夠分享得到經濟成果 大概都是沿海省份 貧窮的人就只有繼續這樣貧窮 變成了兩極差距越來越大越漫越遠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的一份調查報告 中國每個月收入在1090元人民幣以下 有6億人口 至於每個月收入在500元人民幣以下 有2億2000萬人口 每一天的收入 其實這2億2000萬人 每一天的平均收入不到3元美金 這個真是很懸殊的情況 對比城市 中等收入的家庭 和農村的人 是真的欠了差天拱地 大陸有媒體曾經報導過 全國有5億6千萬人口 他們的銀行存款結餘 是1元都沒有 是0元 至於今天發表的這份研究報告 中國家庭的平均負債水準已經是上升到64.1% 其實已經是介乎危險邊緣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家庭負債 無非本質就是先洗未來前 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就是分期付款 專門就是買了不等洗的東西 家電 諸如此類 第二就是供樓 成造樓宇按揭的時候 未供那筆款項已經是負債 第三就是那些人去買車 買車的時候又是供的 又是分期付款 那筆又算了在負債比率 所以已經是上升到六成多 所以大陸之前就強調要搞國內大循環的經濟 你要推動國內大循環 無非是靠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拉動基礎建設 靠基建來推動GDP 第二就是通過刺激消費來擴大內部需求 但是這招就不太行 因為現在那些家庭的平均負債都已經是上升到64 那你還叫他可以買些什麼呢 基本上要買的已經是買了 未買的根本上就沒有錢買 就算是銀行 也不會借錢給那些人 每個月收入只有500元人民幣 你叫他借錢你還到地老天荒 也不行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就唯有靠推動基建 但是推動基建又好不壞 就一定要依靠鋼材 那鋼材從何來呢 又是要靠鐵礦砂和招煤來去提煉 問題大陸現在又說要抵制澳煤、澳鐵 不過剛剛大陸又說要開放輸入廢鋼 用廢鋼來去煉鋼 沒說不行 大陸最厲害就是煉鋼 大家知道在歷史上 什麼都可以拿來煉鋼 全民大煉鋼都可以 總之你說煉鋼都可以 只不過煉鋼的鋼 究竟鋼材水準是如何 達不達標 這個是另一回事 但是反正用廢鋼的確是可以煉鋼的 大陸的脫貧情況就是這樣 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說什麼呢 在今天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說 要鼓勵年輕人理解 和參與大灣區的發展 雖然大陸的薪金比香港低 但是發展機會多 增長速度快 他預計 特區政府會在這個月推出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要鼓勵青年加入大灣區和香港都有業務的公司 計劃名額是2000個 政府會就著每個工作崗位 向相關公司提供1萬元的資助 這些全部就是我認為 是比較穩定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叫香港的青年就回到大灣區做事 但是每年 又輸入很多港票人士來到香港工作 而且這班港票人士 並不跟那班說什麼新移民 去做淡仔 那些基層工種 這班港票人士來香港 全部都是做中資企業的優候職位 那真的要問回特區政府 為什麼你不鼓勵那些中資企業 在香港開辦公司的時候請本地人做的職位 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特區政府提出相關要求 反而現在這個局長就說 今年香港青年的失業率較高 這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正好提供得到工作機會給香港的青年 這些就是本末倒置 是不是 你自己都會說 大陸的人工比香港低 你的發展機會多有什麼用 增長速度快有什麼用 香港的青年上到去 能不能夠分享得到經濟成果 成問題 大家有眼見 就算你說廣東省籍出身的人 在大陸 在廣東省 無論他是做國營企業也好 私企也好 他上得到位嗎 最上層掌權的人全部都是外省人 連廣東本省籍的人都這麼難上位的時候 你說那些外省人會不會怨你香港人 用一下腦都知道 點紅點路 你當時就叫香港青年上去 做這個工作 我真是想問 你特區政府那些高官 為什麼你自己不新鮮事卒走上去上邊做幹部 大灣區做 在香港的局長人工三十三萬五千元 那你又大聲說這些話 你自己說的話自己都不相信 你自己上去做 因為你說不上去做都行 你繼續在香港保留這個職位 不過人工就跟大灣區那些幹部看齊 行不行 你叫香港人做這些事的時候 你自己先做 你不要一直在說 等同於教育局長 楊潤雄 自己的兒子都去了澳洲讀書 然後你說在香港搞什麼 教育改革搞這些搞 都沒有說服力 是不是 你的高官子女 全部都不在香港讀書 每個人都送去外國 然後你在香港就搞這些搞 現在你說叫香港的大學畢業生 走上去上邊工作 你首先你上去 再不對的 你有子女的那些 安排自己的子女上去 身體力行 那你就有說服力 說話是不是 自己都不去 然後叫人去 每次都是這樣 對不對 你有沒有一波你自己是示範作用的 當然你示範了別人可以不跟 但起碼你先做 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他們自己提倡的政策綱領 自己是會先做的 那你怎麼說服市民 對不對 你說出來有什麼作用 好了還有一件事就是 既然你說要尋找發展機會多的時候 現在很多世界上文明先進的國家 都向香港的青年招手 是不是 英國的五加一計劃 加拿大的讀書計劃 澳洲的讀書計劃 這些地方的發展機會 會不會多得過大灣區 是不是 如果真的要說 人工低一點都去屈就 但是發展機會多增長速度快 似乎澳洲加拿大那些更加厲害 是不是 不如放眼世界吧 既然是 反正你要叫人走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不斷鼓勵那些年輕人 走去大灣區 不斷每一年安排港票人士下來 當然 今年疫情的關係就少了 問題就是 如果回復正常的時候 你也是不會節制的 還說什麼呢 你講這些計劃 我也不知道你講給誰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